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能够影响到其人的福气 提升整个面向的外貌特征 但若是下巴面向不好 你的运势可能会遭受到很多挫折 那我们如何通过下巴了解一个人的运势如何呢? 大佬接下来给大家具体分析一下 1. 圆下巴 圆下巴的人面向上看起来都是比较有福气 尤其是又圆又宽的那种 是我们常说的有福之相 这类面向的人温柔乐观 表面上看起来似乎单纯的有点傻 但实际上感情却很细腻 此类型的面向如果是男人的话 那么他们对感情就会比较专一 而且事业也不错 是不错的婚姻对象 如果是女性的话 他们会相信爱情 一般婚恋孕也不错 但有时却容易因为天真而被骗 所以这种面向的女人 在恋爱时还是要小心点的 2. 肩下巴 这类型的下巴长得很秀气 拥有此种面向的人一般都很机灵 有才华 有个性 但是为人多疑 虽然事业不错 但感情却有些不利 他们对待感情三心二意 容易变心 也容易受伤 在婚姻上最好持婚 以免早期不够成熟 引起婚变 配偶亦选择阔下巴的人 性格互补 利于相处 同时 尖下巴的人缺少一定的福气 如果面向中 其他五官配合来说 长得不好的话 万年孕就有可能会不好 所以要年轻时便提前预防 如果下巴不仅尖 而且还长 这类人会倾向于喜欢冒险 平时要注意适当节制 而下巴不仅尖锐 而且还歪斜的人 此类人一般心术不正 喜欢恩将仇报 如果碰到这样面向的人 交往就要特别小心了 三 下巴朝前 每个人的下巴都是微微朝前的 这是正常的面向 但是如果下巴过于朝前的面向 在平时行为当中就比较严格 处处战先 唯恐落人之后 做事积极努力 个性较强 在感情方面 能够主动追求异性 并且有很强的占有欲 一生不知道退缩 四 肉下巴 这种下巴就是肉下巴 肉很多 但不一定会成双层 这类型的下巴 从面向上来看 是很有福气 而且晚运很好 五 双下巴的人 当一个人下巴丰满 上下看起来好像是两层 被人们称为双下巴 这种人无论男女 财运和子孙运势都很好 也意味着其人晚年运势特别有福 有的人虽然不是双下巴 但是下巴部位有凹陷 这种面向晚运也不错 六 下巴向左偏 每个人的下巴都是微微向左或者向右偏 这是正常的面向 但是有的人的下巴就是幅度较大的向左偏 这样的面向 性格会很执着于自己的观点 不会考虑他人的感受 一意孤行 不撞南墙不回头 喜欢拥有多位异性 感情生活丰富 但一生积蓄不多 七 下巴向右偏 下巴向右偏 与脸部有一定的比例 以对面粗看而不觉得偏 为正常 如果明显看出下巴向右偏的人 这样面向的人做事武断 不能与人合作做事 行为比较霸道 并且会挑剔别人 而自己又做得不是很好 喜欢管人管闲事 身体呼吸器官会浅加 需求异性会有所选择 并且善于使用手法 为人圆滑有辩解 八 方下巴 方下巴的人一般都很踏实 做事干脆果断 有责任心 但脾气有点倔 缺乏一定的浪漫情趣 如果下巴四方形的女生 会有些缺少温柔 所以在寻找另一半的时候 稍有麻烦 不过 她们一旦遇到合适的 感情婚恋一般都能长久 在人际关系上 下巴棱角过于分明之人 往往有些尖锐 会经常得罪人 所以虽然在事业上 也是颇有冲动 但因为同时又缺少恒心 遇错后自救能力不强 所以一旦跌倒 就很难东山再起 九 宽下巴 宽下巴的人一般为人耿直 略为冲动 虽然执行能力很强 但缺乏一定的心计 容易被人利用 如果是宽下巴又很有肉的话 那么她们往往心地宽厚 为人良善 并且晚运会很好 是属于有福气的面向 十 长下巴 长下巴的人一般为人正直 有耐心 很能坚持 他们看重感情 为人仗义 很受身边同事朋友的欢迎 这样的人不仅是 长寿有福之相 也是良好的结婚对象 但在感情方面 他们很脆弱 如果遭遇背叛 受的伤害会很大 所以选择婚恋对象时 已应该选择心态相对平和的人 十一 兜下巴 这种下巴比较宽厚 也是很有肉的 有点往下兜的感觉 有这种下巴的人 命运还是不错的 有福气 并且事业成功的几率很高 但是他们对待感情 往往会不专一 十二 下巴后烧 一种面向是下巴后烧 即下巴并不小 但却是向后偏移 向脖子的方向后移 这样的面向 考虑问题多与他人不合 有自己的见解 但并不一定正确 说话做事欠考虑 不会总结经验 对待爱情比较武断 不能平心静气 去处理感情问题 往往偏于急躁 含养力差 多数生女儿 身体方面 膀胖是指肚骨发达 骨肉看起来比较匀称 如果形状再能配合 则晚年能有忧郁的生活 或仅会有大量的房产 土地等不动产 而且不错的布下运 比如子女孝贤 听话福德丰厚 十四 无下巴 一个人没有下巴 是指从其侧面看起来 好像嘴巴下面就是喉咙 中间缺少了下巴 其实这种人也是不多见到的 但是如果具有此相 则说明其人 胸无大志 更无诚服 一生之中与世无争 只想能够得到温饱 别无他求 因此几乎不能从头到尾 至始至终做成一件事情 终其一生难有成功 环境物质生活 恐怕不会很富足 而且这类人多半不能长寿 好的是这类人没有野心 也容易知足常乐 所以只要平日多修养身心 晚年生活 获得安详也是情而易举的 十五 下巴有志 下巴有志 很多人都认为是急的 其实下巴的志向并不好 下巴代表肾气与家庭 下巴有志的人 往往肾气不足 或者家庭不稳定 志向的外形越大 影响就越大 下巴的志向 人晚年生活不顺利 或者身体不好 或者子女不在身边 生女儿多于儿子 十六 下巴有伤疤 一个人下巴部位 如果有伤疤可要小心了 因为从面向上来说 则意味着晚年会遭遇不幸 如果伤在下巴的左边 则灾难属于因为自己而引起 属于自作自受 如果伤在右边 则说明属于被动的 意料不到的灾难 十七 中间有窝的下巴 这种下巴就跟酒窝一样 有往里凹进去的一个窝 只不过位置是长在下巴上 这种面向的人一般多情善感 感情很丰富 生活多姿多彩 而且很有艺术气质 在感情上 因为自己付出过多之骨 总会太过在意别人的回报 容易因付出收获不均等 而受伤害 十八 下巴露骨 下巴骨头突出的人 一直坚强 特别能吃苦 但是如果腮骨都露出来了 这种人往往报复性很强 对待伤害自己的人 往往很能下手 总的来说 下巴的形状不同 命运也各不相同 你的下巴命运如何呢 但大佬最后提醒大家 相不独论 下巴生得好坏 只是影响你命运的一部分 具体命运如何 还得结合你的其他命运特征 以及后天努力情况来看 希望大家正确看待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愿您实时心清静 日日是吉祥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